农历春节快到了 但目前国内疫情有升温的趋势 本来台东饭店住宿几乎全满 现在也出现了退房的迹象 业者表示说 目前住房已经被退两成了很无奈 但也有游客提前出游要避开春节人潮 受到疫情影响 原先台东春节的住房率接近9成 但目前也已经出现了退房的人潮 就有业者表示 目前饭店出估大约有两成的退房率 而尾牙以及春酒的宴席也有受到影响 目前我们有收到大部分的询问电话 那我们目前绝大部分都会 客人的部分都是做延期的部分 那目前的陈述我们预估大约落在两成左右 尾牙春酒的状况是这样 那尾牙的部分的话 目前我们在1月底以前 很多客人都提前做一些来办理的部分 那至于是年后的春酒的一个状况的话 目前很多客人是有做一个延期 延期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看之后疫情是不是能够 趋于缓和之后我们再进行办理 但同样有民众趁着疫情尚未变得严峻之前 提前来到台东游玩 学校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高雄 从高雄啊 OK 这一次提早出来玩是吗 对 很怕说那时候疫情严重又不能出来 是严重旅游 刚刚好算到这个疫情 台东观光协会理事长者表示 虽然疫情对于住房率有影响 但能是有不少民众选择提前或者是延后入住 这一次的疫情呢 我想台东还是大家度假的首选 很多客人打电话过来呢 询问是不是可以往前多定一天 或者是往后续住一天 所以整体的住房率虽然有下降一些 但是很快又回补回来 国内疫情目前有升温的趋势 也请民众务必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 请洗手正确佩戴口罩 才能够保护彼此的健康安全 记者陈基林台东市报导